大家好欢迎收看旺桥湾频道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 看一看如何正确的配置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对于操作系统 等运行效率尤为重要 正确的配置才能使上面的运行效率得到提高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温室系统上如何正确的配置 环境变量 我们找到计算机 鼠标右键 点击属性 然后再选择这个系统 高级系统设置 并且点击它 然后我们再点击环境变量 这个按钮 在下面就是系统变量 这些就是本地操作系统的配置的 程序的目录 我们找到Path 编辑 就会看到这一个一个一个的程序的目录 将你在本地安装好的程序目录 我们新建之后放在这里 放置好之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至于温室系统的话 可能是 可能不是这种形式 大家需要注意加 翻号 英文符号 英文翻号 就像这里 我配置来的是E盘 大家在安装程序的时候 尽量不要安装在 程序的系统的操作侧盘 C盘 安装在其他的盘幅 不然时间久了会越来越卡 我放在这个E盘 就 复制 这个目录 到我刚才说的 环境变量 新建 取消 编辑 我找到Path 编辑 新建 放在这里点确定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配置过了 这里点取消 接下来再点确定按钮 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配置一个像 Java Home Demeter Home 这样的弦缀 之后再找到Path 编辑 将这个 将Java Home 放在前面加本番号之后 后边再加上 B幕录 就可以了 这样 B幕录音乐 系列的环境变量就配置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MAC 以及Link的系统 如何配置 环境镜变量 接下来我们打开MAC系统 找到文件夹 大家找到自己的主目录 MAC系统的 这个环境镜变量配置 是在一个隐藏的文件里面 找到主目录之后 大家同时按住Command Shift 加点 就会 显示出隐藏文件 然后大家再找到 一点开头的这个Bash Profile 文件 就是 MAC系统的环境变量 配置文件 这里就是我配置的 MAC系统环境变量 大家找到 自己的 应用程序 我再找一个 像 这些 MARWIN MAC系统环境变量 MAC系统环境变量 这个 将 应用程序的目录 在这里起一个前退 并且 导入 这里是加 Dollar 而不是像 Windows那样的 在两边 在两边加2% 这个大家要注意 是有区别的 配置好之后 大家保存 并在 并在 中断命令里面 输入sauce.b bass profile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在MAC系统上的环境变量就配置好了 大家也可以用 vrm进行 配置 vrm.bass vrm.bass 看好 退出 同样的sauce一下 这样在命令端也是可以的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图形化界面找不到这个文件 是因为这个文件是隐藏文件 大家不要忘记按 CAMON 加SIFT键 加点 同时按住就会显示出来 这样 环境变量在MAC系统的配置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在Linx系统跟MAC系统的区别 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 Linx系统的文件夹 同样找到主目录 大家需要在右上角勾选显示隐藏文件 并且找到一点开头的一个bass文件 我们搜索一下 就是这个文件 跟MAC系统的文件名字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版本编制器打开 同样也会看到在Linx系统上的环境变量配置 这个环境变量配置跟MAC系统的方法是一样的 找到你的应用程序目录的主目录配置 一个后目录 在下边 刀了符 添加B目录 并且添加好之后保团 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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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输入 sauce.bass2d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像MAC系统在变量一端那样 vrm.es.rc 在变量行列进行报卡也是可以的 不过在Linx系统可以快速的找到这个你安装的程序 比如说我们输入Type Java Java 就会快速的找到Java安装的程序 入录 然后进行配置 也可以 Ware Java之后 再输入ls-rt 将 这个B目录里边的执行命令连贴过来 同样也可以找到它的安卓目录 或者用Ware Java 也可以找到 区别就是Linx系统跟MAC系统的配置文件名字可能不一样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样在Linx系统的环境变量也就配置好了 大家在使用VRM的时候需要注意 如果没有安装是不能使用的 大家需要使用速度apt InstarVRM 如果是MAC系统就输入Pro InstarVRM 像CentOS 或者其他系统都有自在的命令 将apt改成YoungInstarVRM 或者其他命令就可以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就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脱布 谢谢